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台重要地位 而除了丰厚的农业资源外 北彰化凝聚了各种机械 汽车 轮胎 纺织等工业力量 成为台湾中小企业原乡 也渐渐地培养出 彰化线的隐形竞争力 我们彰化线中小企业 有一万多家 用六度来计算的话 我们也是排名第四的 所以很多人都说 我们彰化线是农业大线 其实我们是工农的大线 那我们拥有全台湾 最大的工业区域 就是藏兵工业区 那我们产业的分别是 北彰化是以工业为主 南彰化是以农业为主 作用丰厚资源的彰化线 为应应中央政府之政策 于民国四十九年成立 彰化线工商发展投资策进会 促进工商业之发展 及投资需求 结合民间及政府资源 有效促成工商发展 营造各行各业永续经营之环境 工车位它是企业跟政府的一个平台 我们一直要想把这个平台建过完整 所以我们也拜往了很多的企业 我了解他们的困县材料理 想帮我来协调 让它有一个很好的投资环境 彰化线工厂会为协助彰化工商发展 除了在招商进驻上有相当大的效能外 在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也有非常大的贡献 我们工车位每一年也都有带我们这些中小企业 个别的到中国或者是欧美或者是东南亚来做产业的这样的一个餐展 那透过这样一个餐展 最主要还是要提升我们这个外汇 那也能够增加我们的产值 也能够提高我们招商县县民的就业的机会 那除了这个传统的这些产业之外 我们招商县政府最近在发展这个绿能的产业 所以我们配合中央的政策招商隐私和推动绿能 现在全世界这个离岸公立的开发商 都已经聚焦在我们台湾的彰化 所以现在都开始陆陆续续来进驻 对我们彰化县整个产业来讲会有很大的帮助 除了绿能产业的贡献外 彰化县公测会在人才的培育上 提供了企业二代精英培训班 以及金国学院女性领导员培育计划 让彰化县除了在工商业卓越发展外 领导人才的培训也让人文汇醉的彰化县 孕育出许多杰出的企业家 七二代目前对我们彰化来讲是非常需要的 因为我们彰化都是很多的传统产业 中小企业在基础上 在他们的专业领域都做得非常好 他们的演化能力也很强 但是它在管理上面可能就没有那么强 透过这个七二代让他们共同把他们的事业 再发挥到最高的精神 还有包括我们的均果学院 比如说的你七二叫做新成 而且这股力量我们对不能忽数 让老板两人也来向这个课 应用到他们工作上面去 跟他的老板跟小孩一起共同来成长 培育多元人才 角逐国际市场 彰化县公测会协助中小企业排除投资障碍外 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 让彰化MIT产品在国际上展露头角 并扬名国际成为全球亮点 有很多的企业我们都会去拜望他们 我们都希望他们朝着上市上队的方面来走 我想只要一上市以后 工厂的定位都会不一样 它可能在 比如说上面 关系上面都会申请 在市场定位不一样 然后它国外的厂商的 合作业会提升 所以我们一起在协助 很多的中小企业 让他们能顺利上市上队 跟国际接轨 跟国际竞争 张滨工业区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园区 除了打造全国最大光电厂外 张滨县政府与工厕会积极推动绿能 张滨外海建构离岸风电 并致力在地人才培育及供应链在地化 带动企业投资及产业转型 促使台湾丰厉发电机组零件国际化 让张滨成为一道耀眼的台湾之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